三年前有一个佛友 年轻在Banking 他做的生意很好 相貌很好 可是很不幸的是什么 他爸爸过世了 继父呢 他是同母义父 爸爸过世了 继父为了财产告上入法庭 妈妈也很苦 被吓黑寒 他上了法庭就瞪着他 恨他无处于 恨不想把他杀了 后来呢 他受了很多侮辱 刚好有机会来佛堂 我看他也不太快乐 在了解的时候 他相信师父我鼓励他 有时候他半夜 还突然打电话来 我说没有关系 他本来要自杀了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辅导他 叫他来商业经测共修 有时候也是泪流满面的 有时候心也是起起伏伏的 对不对 终于好消息是什么 三个月以后呢 他突然跟我讲 师父你对我这么好 这个世界上虽然这么大 起码你是为我朋友 我不自杀了 你知道吗 那天过完电话 放我放声大哭啊 好感动啊 起码我可以救一个人 让他不要自杀 其实他很有善根 相貌也非常的好 后来呢 我就苦口婆心 今年呢 跟我去朝九华山了 回完以后呢 他也非常的高兴 答案他 勇敢地活下去了 后来呢 他妈妈也来见我了 对对 也学佛了 有空也带妈妈来拜大悲惨 所以要鼓励一个人 并不容易 要毁掉一个人啊 是很难的 所以各位讲话要留情啊 你也讲话呢 人家会恨你牙痒痒 恨二三十年 就一个人要千言万语啊 但伤害一个人 只要讲一句话 你就可以把一个人毁掉了 对不对 我不是讲师父很了不起 我只是告诉你 什么叫大悲法门 你就是要在 日常生活当中去努力 听说现在的帅哥美女 都很流行失恋 动不动呢 因为不认识 因为 对对对 因为呢 不认识而了解 因为了解而分开 很奇怪哦 动不动就讲 我们个性不合 我们分手吧 然后呢 一个哭得要死要活的 另外一个就准备要跳楼 众生很苦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请看幻灯片 这是重庆大祖师库 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 受过很多苦 所以当你就帮助别人 有一天 你遇到苦的时候 别人也会帮助你 好的师父也会鼓励你 佛友跟佛友之间 也像兄弟姐妹一样 没有利益冲突鼓励你 所以你平常要重 关心别人的因 真正的菩萨道 你要去鼓励别人 好 请看下面 我们苦苦在哪里 苦在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嗔痴 好 我这边回答一个问题 有个佛友说 师父 请问佛教的佛法 可经与世间一直求进步吗 特别在讲这个高级科技的时代 像美国的乔布斯 以他的智慧借了iPhone 这种智慧与佛法的智慧 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 注意听 世间的智慧只是知识跟能力 当然乔布斯很了不起iPhone iPhone创造了人类很科技方便的 现在连我妈妈都会发简讯 你知道吗 她可以这样 打很快 有一天我问她 妈 您为什么要学 她说 哎呀 你已经出家了 两个妹妹结婚了 还有个儿子 我怕失去你们 所以我一直在学习 跟你们沟通的方式 新的方式 我妈妈也去上电脑课 有时候在我很苦的时候 还会送一个星红诗 众生难度 轻松一下 挺下面的佛曲 我一点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身号 跟六字大明咒 还有黄慧音唱的音乐 有时候我很感动 但是你也知道网络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iPhone当然是很方便 但注意听 答案那是世间的智慧 跟佛法的智慧不同 佛法出世间的智慧 是让你的心清静 可是因为iPhone 全世界也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叫做thought pollution 思想污染 所以我现在讲起一个例子 不要介意 宣化上人曾经说 末法时代会有两个 很大很大的膜会出现 哪两个膜你知道吗 一个是电视 一个是电脑 我很少看电视 除非 师父已经二十几年都不看电视 除非我做教学 很不幸 我也沾上了另外一个膜 电脑 但是还好 师父不会疯狂 我知道是工具 我也不一定每一天都会看email 现代人没有办法离开电脑的生活 但你也不要忘了 半夜也很多夜猫子上网看一些 鬼电影 成人电影 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 你都在污染你的心灵 你要学会的是控制自己 所以这种智慧跟佛法的智慧 有什么不同 简单的讲 世间的知识 只是工具而已 佛法的智慧是要从禅定中而来 假如你有清净的动机 当然可以透过网路 DVD 还有 你们最喜欢的 非死不可 我是不用这个红法的 为什么 因为Facebook有很多副作用 Everybody have his own privacy 我并不觉得 Facebook很好 而且朋友里面 在Facebook里面 常常都乱乱讲很多 不负责人的话 真真假假 没有人知道 比如说你在Facebook 一直点点点 你有三千位朋友 事实上你真正认识的 只有三十个 不要去炫目跟迷失在 虚幻的世界里 科技只是帮助弘扬佛法 但重点还是你要 清净的动机 请看幻灯片 所以佛法伟大的地方 是在调伏你的心 贪嗔痴 假如你有清净的心 又有大悲心 又有菩提心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是可以透过科技 到全世界的 就像我很感谢 在静明 在新加坡 我们讲的经 全部都上网 全世界的人 都在听 显密原容 观音法门 对不对 所以科技 它只是个工具 但要提醒你 DVD 不是你的上师 也不是你的老师 所以它有利也有弊 接下来再看下面 心注一针法界 171页 如是善男子 比锦纳罗 喜好甚深的佛法 思维 而且修习 常常心是安住在 圆满 清净 极净的 一针法界里 这就是华炎金 讲的一针法界 接下来 而且这些 所有被观世音菩萨 度的人呢 都在昼夜六时 常念 观自在菩萨 摩赫萨的名号 由于趁念故 无时无刻 得到一切的丰足 所求如愿 吉祥圆满 所以希望大家 遇到困难 请你多念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请念六字大明咒 请念地藏王菩萨 因为再过几天 我的签证就要了 我就要跟各位说拜拜了 一年来见一次 也是不错 常常见 见久了的夫妻 也是会大眼瞪小眼的 所以人偶尔见一下 你比较会珍惜 那如果你想念王的话 那就请你上网 看我讲的DVD 那我们就梦中见吧 请看下面经文 丁武 重显菩萨功德无尽分二 他讲得很长 今天告一个段落 丁武 重显菩萨功德无尽分二 物一 圣号多身难遇 善男子 观自在菩萨 摩赫萨 乃至名号 也很难得知 亦难得知 亦难得知 就是说很难碰到 为什么呢 请看幻灯片 那你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师父不会啊 我走到哪里很多人都在听 观世音菩萨的门号 甚至呢 你可能到尼泊尔或印度朝圣啊 很多的佛教文物店会都会放大悲神咒啊 或是六字大明咒 没错 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你现在会觉得 听观音圣号跟六字大明咒不难 但注意听 请看幻灯片 听 听的当下 要能够升起信愿型的心 这才叫听 CD自己昼夜二十四小时都放 可是不会CD长个翅膀 就飞到极乐世界 因为他没有意识 就算我们卫塞节 或大型的法会 你会发现在新加坡 有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 就算你有欲佛法会 好 你会发现印度人 马来人 或巴格拉德士 或回教徒啊 他走过来也听到了 可是对他而言 只是音乐 只是声音 他并没有信愿型的效果 比如马来人 来看一看 比如前一阵子 我知道 Happy Deepa Valley 听说新加坡 有很多地方有印度舞蹈 然后有很多印度庙 也有很多的节庆 可是我们华人 或是观光客 或许也很好奇 过去拍几张照 你看一看他 还听说 Chinatown的Little Indian 还有表演 下面有刀 烧很多的火 然后还有人 这样走过去的 没错 世间人都喜欢 Magic Power 神奇的力量 可是并不代表 他听了 他就会发菩提心 并不代表 听了 他就会有信愿型 这里的经文 是告诉我 听了以后 还要真正了解 观音的大悲愿心 才会生起信愿型 所以观音菩萨的名号 南欲 了解吗 在明年的下面 待会会讲 第172页 佛在过去无量节 阴地里 释迦摩尼佛要求 六支大明咒 经过无量节的佛国土 很多佛都不知道 六支大明咒怎么修 一直到遇到 无量寿如来 跟莲花上如来 才修过六支大明咒 所以不要轻易小看 你现在听 好像很容易 那是大悲菩萨的 观世音的愿型 在一个印度教 在一个回教 就像他来给浪 或是参加御佛法会 对他来讲 只是声音而已 只是音乐而已 但他不一定 向我们心中 生起信愿型 请看下面经文 171页第19行 何以故 彼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对于一切的友情 就像大慈大悲的父母一般 一切的众生 在遇到紧急恐怖的时候 都不失给各种无畏 所以叫失无畏者 遇到一切的众生 遇到有困难的时候 就像很大的好朋友一般 善知是开导一切的友情 接下来 还有一个我要说的是 观世音菩萨 你求他是没有副作用的 写下来 为什么 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圣者 你求别人 有时候还要看人家脸色 求别人呢 还有这样的 extranger condition 就是还要交换条件 现代人都很现实 我帮你 那你哪时候帮我啊 有时候现在的朋友 很难做 为什么呢 有时候有利益的时候 是好朋友 没有利益的时候 你打电话给他 他听你的电话 都不听就挂掉了 可是观世音菩萨是 无私 无我的 所以你求观世音菩萨 不会有副作用 虽然你还看不到 但是你要有信愿心 你要有耐性 你一定呢 会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或在禅定中 或梦中 会见到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在新加坡 我已经讲了第六次 每一次来 我都会客四五天 很多的朋友当底下 私底下就跟师父讲 师父 谢谢你 观世音菩萨 真是大慈大悲啊 我做梦都都梦到了 而且观音菩萨 真正解决我的苦难 对 那你必须要有 信愿行 请看下面 物二 咒语 男生尽兴 如是善男子 比观自在菩萨 摩赫萨 有六字大名 陀罗尼 刚才讲 陀罗尼是咒语的意思 就是Mantra 这里的陀罗尼 不是观世音 是六字大名的Mantra 所谓大名就是呢 让你生起广大圆满明亮的智慧 陀罗尼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 若有人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当得生到比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甚至毛孔当中 生生世世不会受到六道轮回的痛苦 乃至于出观世音菩萨的毛孔 也会再回来 这里的毛孔是指佛菩萨的净土 他的报声 向好庄严 如以毛孔当中 可以在观世音菩萨的净土当中安住 乃至于呢 正到呢 圆极之地 圆极 圆是圆满 极是极灭 注意这里的圆极 不是指出家人过世的意思 因为我们在古代的古汉文 若一个师父 哎呀 抱歉这个师父圆极了 但在这里不是 是心清静圆满 极是极灭 当正圆极之地 是指无上正等正绝 好 接下来再看172页 专心听啊 飞机要开快一点 我今天会把173页讲完 请看丙四 丙四 特说六字因缘难律 分七 请看丁一 六字明咒 难可执欲 事实除盖障菩萨 站起来 问释迦摩尼佛说 世尊 请问这六字大明咒 要从哪里去学啊 你才会知道 所以你学一个教法 一定会要跟老师 而不是闭门造居 或叫无师自通 现在末法时代 有很多奇怪怪的人 就跟他讲 他自己修了 然后闭了三年观 就出来说啊 观世音菩萨 叫他来度众生 他就开悟了 我告诉你 十个里面有九个半 都是假的 有一个佛友 你问的是很私人问题 我会改天打电话给你 你说某某人 是观世音菩萨来化身 我们要跟他学佛法 答案那是假的 绝对是假的 为什么 专心听 在楞严经 佛入灭的时候 他曾经说 我灭度以后 我会叫我自己本身 跟大菩萨 跟阿罗汉 会千百亿化身 在苏佛世界 无量无边的世界 广度众生 因以和身得度者 既献和身而为说法 但在楞严会上 佛制了一条件 就是任何的圣者菩萨来 不可以泄露他的身份 这个世间的确有 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 我现在可以讲 因为这些人往生了 夏连居老居士 黄炼祖老居士 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 台中李炳南老居士 我的师公是 地藏菩萨来的 南淮经老居士 也不是普通人 但是这些人都很谦卑 甚至他是佛菩萨来 他看到出家人都会顶礼 为什么 他恭敬三宝 可是现在的 都说我是观世音菩萨来 说了又不走 在楞严会上 佛说 假如你无意中泄露了秘密 你就应该离开世间 免得混淆正法 所以很多网路上跟你讲 我是古佛观音菩萨再来的 答案通通都是假的 但藏传佛教不同 藏传佛教因为要保持 叫lineage holder 像尊贵的大宝法王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就是真正观音的化身 你不要怀疑 你去见他的时候 要有恭敬心 不要呢 我来试试看 你是不是真是观音菩萨 我告诉你 你会被打出去的 狂妆与傲慢 是最大的魔障 那在藏传佛教里面说 哪里是谁佛菩萨的化身 他是为了保持正法的清静 这叫lineage holder 就是表示正法的清静 他 请看 从第一世的噶摩巴 一直轮回转世到娑婆世界 跟众生的源是到21世 21世以后呢 他就不叫噶摩巴 他会用另外一个化身 第一无量众生 我的老师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不要怀疑 我讲要有因果 知道吗 我推荐人也要负责任 像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说过去现在未来 他都知道 你不要去挑战观世音菩萨 我甚至呢 还曾经遇到一个佛友 师父 你的师父也没什么呀 了不起 我什么东西都要问他吗 不一定吧 我当时骂了他一顿 我说你这样在棒观世音菩萨 我们有时候凡夫太傲慢 真正观世音菩萨在你面前 你都会想 你是真的假的吗 所以以前古大德常常说 众生很苦于吃 听骗不听劝 你苦口婆心劝他 他还不相信 你要献一点神通 做一些妖魔鬼怪的事情 他就来信了 可是观世音菩萨的确有千百亿化身 在这个世间 可是在论言会上 佛规定大乘的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来娑婆世界弘法 纵使他是阿罗汉 是文书 是普贤 是观音 是地藏菩萨再来的 答案是他不会 暴露自己的身份 假如他的身份暴露了 他就会离开人间 这是佛讲的 在楞严经 你可以去查经文 这是让你去判断的一个标准 可是在金刚乘不同 在金刚乘因为保持教法的殊胜 所以他还会告诉你 这个人是某某多生多结 观世音菩萨的转世 这个不是炫耀 这是金刚乘的要求 跟大乘是不一样的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172页 希望这位佛友问了 你不要介意 师父有辖客的习性 我是法师 我绝对不会讲好听的话 无碍无师 无更爱真理的 接下来请看经文 佛告善男子 请看172页第9行 佛告善男子 此六字大明咒陀罗尼 百千万劫难得直遇 至于有些如来 也不晓得他到底 从何而学 因为的菩萨 那怎么可能知道 六字大明咒的殊胜呢 所以我昨天说 这句六字大明咒 唯佛与佛方能就近 接下来再看 丁一 观世音菩萨 摩佛萨 身身世世的唯妙本心 把唯妙本心这个四字画起来 只有成佛的佛 过去是修过这个法门 他才会知道六字大明咒的殊胜 若有知识者 唯妙本心者 他绝对是一切至解脱的圣者 但是要过去学过这个法门 但是要过去学过这个法门 请看丁二 他方佛国土亦难 他在说过去无量节之前 这个六字大明咒还没有广为弘扬之前 你要到他方佛国土去都很难的 请看经文第十二行 十除盖障菩萨白佛言 世尊诸有情中 有能如是之六字大明咒 陀罗尼佛 诸有情中 请画一下 刚才问佛 现在就问六道众生的所有友情里面 有没有人修过的呢 佛答言 答案是没有人可以知道 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是这么殊胜 善男子 此六字大明陀罗尼无量相应 过去很多佛如来 都没有办法完全究竟明了 何况菩萨怎么会知道 这个观世音菩萨摩斯赫萨 所证到广大如虚空 深测如大海的唯妙本心也呢 他就举 我因地释迦摩尼佛 曾经往过他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问过很多很多的佛 很多佛都不知道六字大明咒如何修 而且他的殊胜如何 请看丁三 真诚持诵 互念无量 好 我在这边预告一下 关于他方佛国土 无有事者 那请问六字大明咒 在这个说佛世界的传承在哪里 那是在要明年讲的174页 后面第四卷 佛就会讲过去式的故事 他因地中怎么学到这六字大明咒的 请翻回来 请丁三 真诚持诵 互念无量 若有人 能够常常念六字大明咒 陀罗尼 在念诵的时候会得到以下的功德 请看 为了讲解我用A B C D A 有九十九亿克截杀树的如来会集会 就像今天我们传灯 你看不到有九十九亿的恒河杀树诸佛如来 通通在新加坡静明的虚空当中 虽然你看不到他真的来了 第二个 有如唯唇树的无量无边 过去现在未来的菩萨也来集会 西 有三十二天天众也通通都来 天上有三十二天 有些会讲二十八成天 有会讲三十三天 没有关系 因为在翻译的分类里不同 大部分是讲三十三天 或二十八成天 那你练六字大明咒的话 会有三十二天的天众都来集会 你看不到并不代表不存在啊 第一 富有四大天王都会在东南西北 像四个坛城一样 保护所有的修行人 再看下面 一 富有天龙八部 会百千万巨之呢 来 那由他的龙王都会互念这个人 请看经文 富有 苏俄罗龙王 无脑热龙王 德加叉龙王 扶苏子龙王 如是无量百千万的巨之 那余多的龙王啊 昼夜会排班 但会保护这个念六字大明咒的人 所以晚上你应该很安心 有人全部班里免费值班 还不用付security fee 对不对 这是真的 听起来有点好笑 但是它是真的 你要相信 佛不会打妄语 F 富有地中的要叉 虚空的天龙八部等神 都会对你这个人合掌 为什么对你这个人合掌呢 是因为虽然你是凡夫啊 但是因为佛力 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 法力 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力 所以它会对你非常恭敬 而且我说过 天龙八部 它是有神通的 它可以看到过去 现在 未来 它可以看到你过去生 今生 投胎做新加坡人 但是你好好修行 将来有些人会生到 佛的净土去 虽然你还没到 但是它是不敢轻视你的 虽然我们讲 佛 佗里经化身佛入灭 可是两千五百年前啊 天龙八部啊 帝世天 大凡天王 都听过佛讲经的 对不对 他知道什么是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以上的编号 是我笔者加上去的 以利讲说 请看丁四 好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问 超度历代祖先 请看 丁四 历代祖先解脱 乃至于你肚子里面的虫啊 都会震到不退展 哇 那你就很难相信了 请看翻过来 一百七十二页 一百七十三 善男子 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身上的毛孔啊 拒之 无量无边的如来 当心止息的时候 会赞叹这个人 善哉善哉 善男子 你非常的了不起 你能够得到 如是百千万亿节 很难得到 摩尼之宝啊 你修六支大明咒啊 你会七代的种族 都得到解脱 这里的七 有几个解释 第一个 数字的七 也就是从你 往上数 七代的祖先 第二个 这个七代表方位 东南西北 上下中 那讲白了 所有的历代祖先 都会得到利益 好 不好意思 为了鼓励你 我先讲个 我们家族丑陆的故事 我的俗性叫圣 旺盲的圣 这个字很欣赏 一个成 下面一个名 旺盛的圣 然后呢 我的爸爸是 是民国38年 1949年 从中国大陆 随着政府来台的 可是啊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的家乡呢 还在大陆 南京 也是前面牌的首富 我刚开始不知道 可是不幸 我们家是做 南京板鸭店的 一天要杀 两三千只的鸭 烤鸭 所以我们家族 杀声非常的重 甚至呢 我爸爸那一代的人 对不对 他的哥哥 姐姐妹妹 死的时候都不是很好 有些得癌症死的 有些车祸死的 有些是战争过世的 在他兄弟姐妹里面呢 只有我爸爸活下来 很不幸 我们的家族 真的遇过南京大屠杀 所以我在没有学佛的时候 对日本人 也有一点点感冒 所谓感冒就是不太高兴 可是师父 现在的心很平静 因为那是众生的恶业 在我们的家族当中呢 从南京大屠杀 在王县呢 我们家族圣呢 在清朝的时候 还当过云南王 云南有好几个王 王是管呢 云南王里面呢 有好也有坏 我们家有圣宣怀 我查过族谱 是云南王 云南王做过很多好事 第一很多人 但是也有做一点点坏事 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后来啊 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 一直出家 九族登天呢 其实这是中国的文化 真正一直出家 你要很认真很真的修 那有人就会问我 师父 其实我们的祖先 要每一次都超度吗 答案是尽量吧 我们超度是在他49天 当他投胎以后 地藏经说 若在他方世界的话 你继续修行 因为血缘的关系 他还是会得到很多利益的 所以我从当我知道 我爸爸告诉我说 原来我们家杀业很重的时候 我刚开始并不知道 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出家今年24年了 我每一天 奖金或修史回向 都会回向 盛世历代祖先 跟累劫冤金债主的 可是很幸运的是 我爸爸在这所有的 这个兄弟姐妹当中 他生了一个出家的儿子 所以他现在还活着 他爸今年已经70多了 快75以上 我的妈妈已经65 今年也退休了 所以你不要小看 活在世间上 是有很多佛菩萨会护念你 当然这里讲的出家 你要很真心 如理如法出家 那各位在家居士 你没办法出家 要新学着莲花出 污泥而染不染家 然后你学六字大明咒的话 你历代的祖先 也都会得到解脱的 看经文 我把它划线出来 这是佛陀亲自说的 但是你要很真诚地念 不是嘴巴念 心又不观想 所以你应该为过去 现在未来的父母 师长 亲朋好友 六亲眷属 在六道轮回里面 我们都一定有很多善缘过 举个例子 我们会再想 我也这辈子没有想到 我会来新加坡 来这么久 今天已经第九年了 我也不知道跟各位 是什么冤亲在主的缘 不过我想应该是 亲近的缘比较多 将来有一天 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或进佛国土 每一个人都会看到 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 你突然就微笑 原来我们过去都是 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 同餐道友 一定是会有善缘居多 所以师父也会为 各位佛友祈福的 接下来再看 善男子 比持名者 持名就是持咒的意思 持咒 这个名就是 透过持咒 让你的心越来越明镜 在他腹中 所有的虫 将来都会震到 不退转菩萨之位 哇 这就很难相信 来 各位 跟我一起坐 你的手请举起来 摸着你的肚子 你今天晚上 一定吃得很饱吧 一定很圆 对不对 以科学的角度来讲 我没叫你放下来 摸着 在我们 科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胃肠里面 是有很多 所谓的大肠感菌 乳酸感菌很多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细胞的 也有很多细菌的 但是你若念六字大明咒 连你肚子里的虫 将来都会 投胎 转世 修行 变 不对转的菩萨 摩赫萨 这是六字大明咒 最为殊胜的功德 我不敢说师父 通达一切的经论 可是我告诉你 我看所有的经论 只有六字大明咒 这样讲 无量寿经也没有这样讲 而且没有说去净土 现在你所有肚子的虫 也就是细胞 所有的细胞 看得到的小的的 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细胞 对不对 手可以放下了 你将来都会挣到 不退转的菩萨之位 所以要相信 佛金刚经讲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不易语者 不妄语者 或许你也会有一点怀疑 师父真的吗 那我们每天洗澡的时候 要洗干净一点 身上这么多虫呢 对不对 可是这些 都会因为六字大明咒 而得到功德 接下来还会讲到佩戴 就是戴在身上 再接下来 请看下面的经文 丁五 佩戴受持 同见如来 若父有人 以此六字大明 陀罗尼 在身上佩戴 像颈项链 或是耳环 然后善男子 有人见识 佩戴之人 天龙八步 见到他 等于见到金刚之身 就像见到佛 所以前一阵子 在网路里面会很流行 一个叫幸运咒 其实幸运咒 其中有一个 就是六字大明咒 网路的世界是很复杂 很奇怪 也不知道可能是师父的讲义 后面有私人email 有些人会送给我 然后他会说 你看到这个咒 赶快传给十个人 一百个人 三天之内要赶快传 你一定会所求如愿 可是答案是什么 有些人所求如愿了 可是有人却没有 那这里传的咒里面 其中一个叫幸运咒 其实就是六字大明咒 你要传统时 也真正相信的心 信愿行 你也肯念 你也肯用慈悲心 对一切众生 观世音菩萨就会互念你 我在part one 还part two 还曾经说过一个故事 我现在重复一遍 在台湾还很流行 那既然说佩戴很有功德 有些人专门就磕两个耳环吧 每天就这样叮叮当当 六字大明咒 不惠两族尊 那也不是不可以吧 有些人喜欢挂为项链 有人挂为包包 有人喜欢挂戒指 现在师父还要准备设计 现在男生女生都喜欢手环 我上次下面就刻 这是的确 依这个经文而说的 意思是什么 注意听 观世音菩萨慈悲到 连你没办法修的话 那戴在身上也可以吧 我想明天佛教文物殿的 六字大明咒念珠或吊士 可能会被抢光 这是真的 不要去怀疑 因为佛这样说 这是如来的悲愿 所以我会建议你 若是你的朋友 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假如他不排斥的话 你可以送他六字大明咒的吊士 It's the blessing gift for you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也很好啊 师父也是送很多年轻人 因为爱漂亮嘛 对不对 爱帅嘛 帅哥美女都喜欢庄严 那就让他从头装到脚吧 都很庄严 请看下面经文 又如见 见戴六字大明咒的人呢 就好像见到舍利 翠赌波 翠赌波是古汉文 请看幻灯片 其实就是Stuba Stuba就是佛塔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见到这个戴六字大明咒的人 等于见到金刚之身 也等于见到佛塔 又等于见如来 又等于见到具有 一个聚之节那么长的 有智慧的长者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功德 大卫观圣音菩萨的互念 接下来再看丁六 日日圆满六度望横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依儒法的修行 这里依儒法 请写一下 你要念诵 你要观想 要发愿 写下来 经文是这么讲 你不要到说 师父我做了 可是没效 你理解要清楚 什么叫如法 要念诵 要观想 要发愿 这样你很虔诚 专注心 具有清净心 而且具有信愿心 念的六字大明咒 才会产生力量 而不是散乱心念 散乱心念只是 节节源而已 我常说再讲一个例子 CD也都24小时 在放六字大明咒 但他不会长个翅膀 飞到极乐世界 因为CD No consciousness 没有意识 你说不动 就是佛 那请问 静明的柱子 有四个大柱子 从静明见到现在 都如如不动 可是他不是佛 他是柱子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意识 所以答案是要你的心 念诵 观想 跟发愿 这样念六字大明咒 就会有力量 世人而得无尽的辩才 得到清净的智慧的具足 得到广大圆满的大悲心 如是之人 日日都聚得六度波罗蜜 功德圆满 所以念六字大明咒 就会六度波罗蜜 功德圆满 这是非常殊胜的 藏传佛教仁波切 也常常引这段经文 在传统的西藏 属于比较落后的社会 他们教育也不普及 可是有很多 阿公阿婆 或是佛教徒或小孩 他一出生就念六字大明咒 我有些西藏的朋友 我会问他 他一生念了一遍 两遍跟三遍的六字大明咒 他虽然没有很聪明 但是心很清净 很善良 很有智慧 好 接下来再看 万灯片 好 现在给各位看几张图片 这个就是牵手观音 赞的的四壁观音 它可以化现为 宁静尊跟愤怒尊 右下角是赞的绿度母 左下角是赞的白度母 下面呢 就几里咕噜几里咕噜的 很多很多的护法 这是第一次给你看这张图片 所以观音菩萨可以化现为 宁静尊跟愤怒尊 再看丁六 世人 请看第十三行 世人得天转轮灌顶 就是观音菩萨在谈定之中 或梦寐之际 都会放光加持你 就像太阳加持你一样灌顶 世人啊 世人就是修六字大明咒的人啊 假如他很心清净地修 从他嘴巴所发出来的气啊 这个气啊 他碰到的人啊 也会生起慈悲心 离出贪嗔痴 有没有 有 我待会讲阿迪霞故事就是这样 当得不退转 阿诺 不退转的菩萨 而且将来会证得无上证等证觉 若这个人佩戴 像手镯 或是呢 于其他人的身上 凡是碰到 碰到六字大明咒 你要生恭敬心 世人将来会快速震到菩萨之位 这里的快速就要看你自己修福修会了 好 看阿迪霞尊者 来 我现在讲他的故事 其实他有很多伟大的故事 阿迪霞尊者非常了不起 他到西藏的时候 那我说刚才说 西藏曾经遇到一百年 朗达玛灭佛 佛法身都被摧毁 他每到一个寺庙就唱刚才的这个点灯祈愿文 有二十八位弟子 有一次他到了卫藏 还有到拉萨的时候也是这样 有一个人生了病 很痛苦很痛苦 叫瘧疾病 古代西藏是比较封闭的社会 不像现在 现在科学还有很多的病呢 你也是救不到 得了癌症就 I'm sorry You got the cancer 就是这样 那古代里面在西藏里面最怕的叫瘧疾 因为瘧疾它是会传染的 还有一个叫昌赖病 昌赖病就是什么 皮肤好像浓啊 烂啊 然后全部都是血 然后你一直抓 一直很痛 就像在地狱一样 一直流血 怎么样 怎么靠 比较类似于皮肤病 在阿迪霞尔的传记里面有两次 突然有一个妈妈 她生了一个小孩 不小心得到瘧疾病 那小朋友抵抗猎疑真的很弱嘛 大概只有三五岁 她吃了很多很多的药 都没办法 后来听到阿迪霞尊者 听说这个师父很有修行 他很慈悲 其实呢 他只想去试一试 有一天呢 他就拔山涉水 经了三天三夜 到了阿迪霞住的寺庙 跪在门口 求见阿迪霞尊者 那后来呢 他的徒弟就跟他讲 师父很忙 他说不不不不 我要见 因为我的儿子呢 才三五岁 很可怜 天下的妈妈都是很慈悲的 想尽各种办法 就是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救自己的孩子 有他说 我的孩子 得到了呢 瘧疾被传染 可是我们试了很多药 我家里很贫穷 也没办法 我想见一下阿迪霞尊者 或许他可以帮帮忙好吗 后来阿迪霞尊者听到了 他说 我见他 叫他进来 进来 他看到阿迪霞尊者 就顶礼三半 就放声大哭 就跪着 阿迪霞尊者很慈悲 看着他 然后呢 就静静地念什么 六字大明咒 然后呢 就对他吹气 阿迪霞尊者甚至用手 摸着小朋友的手 一刹那之间呢 他全副的皮肤 都变白色了 他就活下来了 这是真实的故事 真正修行的人 是有这个力量的 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心中充满了大悲心 那当然这个孩子 也是很有福报 妈妈百千万劫 很难遭遇 这样跋山涉水 经过三天三月 为了救孩子 其实他的妈妈 也充满了慈悲 但是妈妈 不一定是修行的人 妈妈不一定知道 解决的方法 接下来 他很有福报 遇到善知识以后 阿迪霞尊者摸着他 然后念六字大明咒 然后用气这样吹他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西藏的上师有一个文化 注意听 你下次不用叫我自己做 你自己吹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拿念住 你要很真心 观想跟发愿 我对谁会做呢 对动物师父会做 我没事不会叫你来吹 拿个吹风机 不是比较快吗 真正我的意思说 师父当看到蚂蚁 众生动物 我也会很认真的 很虔诚的 先念108遍的六字大明咒 用观想在吹的时候 观想观音菩萨在头顶 加持我放金色的光 吹到气的改变 然后吹给蚂蚁蟑螂 希望他来生 能够去投胎 所以我要讲这段经文 所以阿迪霞尊者 真正修六字大明咒 用吹气 后来这个孩子就被得救了 得救以后 他非常非常的感动 后来听说 这个小朋友长大了以后 又自己来找阿迪霞尊者 最后做阿迪霞尊者的小沙咪 跟他出家了 所以这代表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不可思议功德 请看丁七 念诵相应 什么叫相应 就叫Yoga 我们讲瑜伽是地顿 Yoga 现在大家很流行念瑜伽 全世界都流行 现在人身心压力很大 对不对 Yoga就是 透过练瑜伽的动作 很多特殊的动作 透过呼吸 让你得到身心 能够相应 简单地讲 Balance Balance your body and mind 这个就叫相应 也叫做瑜伽的意思 在梵文里面 瑜伽有两个意思 梵文应该念Yoga 你不要说师傅你念错 应该念瑜伽是地论 谢谢你的纠正 我学过梵文 我们念瑜伽是地论 这个茄是因为我们 波波莫佛 在中国民国以后 蔡元培先生改为波波莫佛 念茄 茄子的茄 生茄的茄 在古代这个字念Yoga 中国古汉音是念 瑜伽是地论的 所以不要跟我辩论 谢谢你的建议 其实念瑜伽是地论 跟瑜伽是地论 都是可以的 因为古汉文是念 瑜伽是地论 瑜伽就是相应 请看经文 若是佩戴之人 具有大悲心 当他见到其他的男子 女子 男的小孩 女的小孩 就同男同女 乃至于见到其他的异类 异类就是畜生到 所有的众生 因为他真正自己很精进地 修六字大明咒 还有 具有大悲心 如是他所见到的一切众生 都会让他重 未来佛法的因缘 将来会快速 正到菩萨之位 所以我公开说明一个 新加坡也有很多 很有移民的 已经在新加坡过世的 就是藏传佛教 白教的 主望仁波切 对不对 在新加坡举行过 异遍六字大明咒 很多次 对不对 他上次就在新加坡过世 嘎千仁波切 也主修六字大明咒 所以西藏有很多 伟大的上师 你不要小看 当然大乘里面 有很多修行 很好的师父 在家里面 也有很多修行 很好的佛弟子 所以答案是 你的心要真正具有 大悲心 如理如法 按照观音法门去修 你会利益很多众生的 接下来 如是之人 如理如法的修 六字大明咒 来生永远不会受到 生老病死苦 现前也会远离 爱别离 愿赠会求不得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到 观世音菩萨 跟诸佛菩萨的加持 而得到不可思议 相应念诵 经此说 六字大明咒 做如是说 阿弥陀佛 我终于讲完了 第三卷的经文 然后 当然 虽然经文讲得很殊胜 可是啊 你还是要靠自己去用功 最后再给我五分钟 我就讲完 就感谢 然后我们就会 请主席简单致词 然后呢 我们就念回向文 请看 观世音菩萨在第四卷里面 会介绍到准题神咒 就是各位最有命趣的 四马路观音庙 请看一百八十五页 现在翻讲一百八十五页 我做个总结 同时也做第四简的预告 这就是 南无萨多南 三秒三婆陀 去之南 胆直托 翁者利逐利 准题说婆喝 这就是准题神咒 也就是你们最喜欢最喜欢的 四马路观音庙 其实就是准题菩萨 那当然 师父很真诚地说 在日剧时代的时候 新加坡也发生过很多战争 东南鸟的很战争 为什么会这么红 就是呢 听说曾经日本的炸弹放掉下来 然后那一排的房子都被炸掉 发生火灾 只有那一间庙留下来 结果从此香火鼎盛 当然 众生的恶业是超过千差万别的 也不会说因为一个炸弹掉下来 没有爆炸 就香火鼎盛 那是因为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 现在四马路观音庙 除了供准题菩萨 也有供释迦牟尼佛 也有供很多其他民间宗教的神像 那请看幻灯片 明大最有名的 就是故宫伯宴的国宝 听说这张国宝保留在台湾 然后是呢 是深蓝色的 画的准题佛母 南淮景老局势 弘扬的硬的流通 就是这一张 南淮景老局势 他本身也修准题神咒 下一次 第七次的时候 我再放准题神咒的音乐给你听 今天没有时间 接下来看 彩绘的准题神咒 中间有四大天王 在莲花上捧着 然后呢 准题菩萨 其实他有十六支手 也有十八支手 没关系 在楞严经里面说 观世音菩萨可以分 二臂 四臂 六臂 十六支 十八支 乃至于无量无边 变成千手千眼 接下来再看 现代版的彩绘观音 听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 这样colorful 比较庄严 接下来再看 东密的准题菩萨 是站起来的 它不一定是做的 但是上面有一个 它的种子字 看起来有点像千手观音 其实是准题菩萨 准题神咒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在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个说明 准题咒跟大悲咒有什么差别 注意听 你修六支大名咒 我on ma ni ben me hon的人 不管在家出家 你要心越清静 越持戒 越清静 越会有感应 但是观世音菩萨也知道 难言福提众生 刚强难化 有些众生很难离开贪嗔痴的烦恼 甚至有些众生 他的行业必须杀身 做特殊行业 就像Galang这边 很多都是特殊行业 在佛经里常常比喻 贪嗔痴有三种人 贪是什么 妓女 称 使 猎人 称人 猎人 放箭射杀的脸 吃是小偷 佛陀常常在佛经里 大乘经论用贪嗔痴这三种 佛陀说 这三种人也有佛性 但因为业力 让他生生世世受苦 所以有些人 他呢 生活环境 可能没办法离开 酒肉 葱蒜 或是女色 或是这些恶缘 那观音菩萨度不度你 度 这时候 就会出现准提神咒 在准提神咒经文说 若有众生 觉得自己很丑陋 恶缘很多 众生念了六字大明咒 却也伸不起力量 他说 我另外有个广大千百亿化身 就是准提佛母 所以为什么 南淮经老居士是在家居士 他会弘扬准提神咒 因为有些众生 他多生的恶言 就要做一些杀到 引望久 尤其师父到了马来西亚 我也去过印度尼西亚 红法国 我看到有些众生 他很可怜 他一生就一定要杀身 然后要伤害众生 然后做一些色情行业 做一些偷盗 毒品 甚至高利贷 他才能活下去 叫他不要做这些 他很痛苦 他受不了 刚开始他只能忍了一两个月 结果要回来 还是这几个行业 好赚钱 有时候很可怜 众生就是业缘 这时候你可以劝他念六四大明咒 我再讲一遍 不是六四大明咒 没有效 你也可以劝他念准提神咒 所以在第四卷里面 为什么经文 六四大明咒经文 最后会出现准提神咒 原因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 希望大家 在听完part one到part six 不要只是听 佛法要发心 心量大一点 就像这张阿里山 去日东升的太阳 佛教度的不是只有人 包含过去现在未来 无量的众生 就像我们今天点灯 我们的心量很小 但是慢慢来 不要急 慢慢训练像蜡烛的灯 最后像灯塔的灯 这些昨天讲过 我复习一下 最后像太阳一般 这几天新加坡 下面五都会打 五后雷阵雨 可是若你坐飞机的话 会到一万公尺 新加坡的太阳 万里无云的 这个避欲是什么 佛菩萨的大悲心 是没有时空障碍的 全球所有的都市 就算中东 叙利亚 有战争 大悲观音菩萨 还是互念的 但是大悲观音菩萨 没办法改众生的业 大悲观音菩萨 只能像老师一样 圈百意化身 应益和身得度者 既献和身而未说法 鼓火婆心劝你 修行还是要靠你自己 但是要鼓励各位佛友 心量要大一点 慢慢学 慢慢学 菩提道上一定会起起伏伏的 但是你只要有这个真心的怨心 佛菩萨会互念你 并不会说 午后雷阵雨 下午下大雨 太阳就不见 你虽然看不到太阳 太阳永远是存在的 接下来 学了慈悲的法门 还要有般若的空会 所以心经说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一切万法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自心的反射 当你看人家不顺眼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是你的心不顺眼 最后也希望大家常常意念 文殊师利菩萨的功德 菩萨金刚经有讲了一句话 终日度身 终日无度 我佛教徒每天发愿 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管直接跟间接的 但是心中不要执着 有众生可度 虚空中的彩虹 因缘成熟会出现 但美的东西 不一定永恒存在 所以常常观彩虹 你的智慧会升起 好 最后感谢三宝 感谢一切人事物 也希望各位在座的 所有的佛弟子 每一位都很重要 佛教要团结 要和合 你不要有时候说 哎呀 师父我什么都不会啊 我是不重要的 错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要感谢三宝 也感谢敬明的主席 副主席跟所有的干部 护法未教 选一部呢 让我讲这么长的经 明年我一定会把它讲完 而且我明年一定还会活着 我也会祝愿 明年各位一定会健康长寿 好不好 希望你有这个福报 能够把大乘庄严宝龙金听完 也希望各位不是只有听 真正在内心里慢慢来 修行有时候不能急 听文正法 转变自己的心量 改变自己 遇到了困难 不要气馁 你有佛性 念观世音菩萨 念地藏王菩萨 写如说修行供养 这才是依教奉行 最后一句 精进精进再精进 室教模拟佛 成佛来了人间 讲到正法 我们作为佛弟子是很有福报 看一下 佛陀雪山苦行的雕像 你看看 佛陀修到这样一天只吃一粒芝麻喝水 雪山苦行六年 他身上都是肋骨啊 你看佛陀这么精进啊 你看佛陀是这么精进 我们想想我们佛弟子 虽然忙里忙 我们很少用功过六个星期 或是昼夜精进六天 佛陀呢 在法华经里面 他修行也提婆达多会骂他 看这张台湾 对不对 指竹灵精射 你很少看到提婆达多的雕像 他是一位老比丘 但他具有菩萨界 人家打他 骂他 他都修忍辱 叫长布经菩萨 菩萨道当中 你不要其他一帆风顺 不可能 佛陀都有提婆达多 障碍他 诽谤他 那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恶业跟恶念 但是佛菩萨会护念你 但是呢 遇到逆境 逆境困难跟障碍 是你最好的老师 因为就像刀子一样嘛 你没有石头去磨 你是不会发光的 我们来了人间 人间行菩萨道 最为殊胜 就是我们可以在六度当中 磨练我们的功德 看洪毅大师 清高亮节 他写了勇猛精进 各位隔壁广洽 纪念寡安 就有洪毅大师的墨宝 里面就有 洪毅大师的赐血的血经 也有印光大师的墨宝 新加坡人都不知道 你的宝就在隔壁啊 有机会应该去看 礼拜六礼拜天有开 有不对 我就亲眼看到 洪毅大师写的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待会我们就要一起念这个发愿文 你看洪毅大师清理写的 我看到的时候非常非常高兴 然后他送了我一本 然后立刻就翻拍 洪毅大师每天也是发这个愿 所以现在我们先念发愿文 待会再请主席为我们讲一些祝福的话 然后我们进这次的法会就圆满了 请各位翻开138页 好 请合掌 观想所有的佛菩萨都在虚空中 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也能够仿生无量无边的佛刹土 好 一起念 不要念错 慢慢来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慧显清静 我时余圣莲花生 清度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祭乙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便时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静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我此普贤书善行 无边圣福皆回乡 普愿成逆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愿今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 回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知 法界众生 同缘总治 好 给我一两分钟 你念这个发愿文 它是来自于华严经 华严经成为经中之王 你就会遇到贤结千佛 也会以你的愿心 而求生无量的佛国土 就算你在人间继续行菩萨道 你也会走到哪里 都遇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 所以这次第六部分 奖金我终于圆满了 非常感谢主席 副主席 还有在座所有的义工 你看他们都跟你一样 有工作 下了班也是匆匆忙忙来 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谢谢他们吧 谢谢 当然我也知道工作很辛苦 新加坡佛友在座 有些人也是六天都参加 师傅也是六天都出席 那有些人我也知道 照顾家人 照顾你的公公 婆婆 我自己的妈妈 有些人可能在医院里 有人在家里不方便 你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所以不管你是来一天两天或全程来 师父也很感谢你 还好有全程录影 所以没有看到的话 那你就等期待过几个月以后 DVD会重复出现 你回家里好好地复习 佛法甚深如海 以前我听我师父讲经 至少都听五遍跟十遍 我的根性都不是很好 我都还要很用心听 不同的心境 听的也会不同的体会 有些故事 我的师父也会重复 我西藏的老师也会重复 但我不会觉得不耐烦 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心境 有不同的体会 所以其实你的出席 对于我们大会 无所求地为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其实是很大的鼓励 所以你的来到来 师父也很感谢 主办单位也很感谢 因为为什么 你若不来的话 可能我就要对 这个四个大柱子奖金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到来 师父也很感谢 所以每一个人 也是未来佛 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吧 好 谢谢